哈喽各位野里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呢 是我们的邱毅邱教授教授好 诶书文好 大家好 是教授呢 今天这个 应该讲这两天了 我们看到其实陆陆续续又有民调出来了 美丽岛电子报和风产民调呢 其实最近有新民调出来 我必须讲我觉得风产民调呢 让我觉得正常 正常发挥 一样还是这个赖青的第一名 33.4 柯文哲第二名23.2 侯友宜第三名15.9的支持度 这是正常发挥 但是让大家跌破眼镜的是 美丽岛电子报出来的民调 因为他出来的民调是赖青德呢 是35.7% 然后呢 柯文哲和侯友宜已经出现了死亡交叉了 两个民调呢大概在21点多左右 只差了0.2个百分点 然后呢到这个 如果说今天加入了郭台铭的话呢 这个侯友宜呢 跟还也赢郭台铭 侯友宜也赢柯文哲 那郭台铭的民调呢 连15%都没有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是 看到就是在风产民调里面看到的 侯友宜和柯文哲之间呢 其实都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所以教授您怎么看 为什么就是 侯友宜会超过柯文哲 我先讲美丽岛民调 美丽岛民调它具有的优势 是它是个追踪民调 它存在了 它是滚动式民调 对它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它有它一定的公信力 也有它一定的 可比较的趋势性 再加上主持民调的人是戴利安 戴利安在台湾的民调界 有它一定的声明 那所以民调造假的可能性 我认为很低 可是呢 它的弱势在哪里 因为它这一次的民调 或者是说它追踪的民调 它都是在事化为主体 那台湾的社会结构已经变了 他们事化很少人在用了 而且应该讲你事化要调到年轻人很困难 对的 所以他们一般对于调查到的年轻人 是才加权处理 那这一来就会产生很大的偏差 因为年轻人本来就少 所以你就有抽样误差 然后抽样误差再加上 人为设定的权数的偏差 所以它的误差可能非常的大 对 所以只采事化一般来说 现在已经是不可取的 民调抽样的方式 因为据我所知 现在事化民调采取的方式 如果说今天就可能 因为它有个比例 年轻人多少 老人家多少 那如果说年轻人的比例不够的话 它是用加权上去的 对 但是问题是 例如有人听到我声音 不要看到人 他就觉得我好像很年轻 然后因为我声音听起来也是年轻人的声音 对 那如果我被民调到的时候 他问我几岁 我跟他说我28岁可以吧 他可能也信 对 那这时候本身抽样就是个误差 然后又把我设定一个权数 对不对 然后给我加权 可能成个两倍三倍 是啊 那不是误差的更严重吗 对 没错 所以一般来说 现在都是采取三种民调方式的融合 一个是事化 一个是手机 另外还有一个是网络 那这三种核在一块 大概比较能够找到全貌 这是美丽岛的民调上 我认为很大的弱势 它只有所谓的事化民调 那事化民调当然比较好做 他只要根据中华电信提供的电话部分 然后去把它进行随机抽样 对 他就可以顺利的找出样本 进行调查 对 那可是问题是 他没有进行手机的民调调查 也没有说网络的民调调查 所以他其实测不出来 年轻人真正支持的比例 所以对柯文哲来说 是比较吃亏的 对 因为柯文哲的支持群 是以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体 40岁以下的年轻人 基本上他基本是不用事化的 不用家里的做机的 他用的就是手机啊 或者用网络啊 像我就是掉不到的那群人 是啊 像我也都是啊 对 我也是 我甚至连手机都不接了 我现在都是用LINE 对对对 或微信在通话 对不对 我根本现在已经第一个 家里的事化 坐机好久没动过了 连我都忘了我家里 坐机的电话好好了 对不对 我的手机也大概四五年没接过了 直接简讯 然后只有 我现在只有用LINE跟微信 做语音通话 这个书恒知道 对不对 好 所以他这种美丽岛电子报的 这个调查的方式是有偏差的 对 所以对柯文哲相对来说 是比较吃亏的 而老年人呢 比较支持侯友宜吧 嗯 所以用四话为主体的 或者全部以四话 做的调查结果 当然对侯友宜有利啊 可是就是我有个问题 因为其实过去这个美丽岛电子报 他们做民调的方式 都是一直采取四话为主的 但是过去我们看到的是 侯友宜是第三名 柯文哲是第二名 怎么会在这一次 同样一个的方式 采样方式 居然最后是 当然虽然幅度不大了 老实讲我觉得 他是在政府误差范围之内 可是怎么会有一个 这样的民调反转出现 所以 所以我们要检讨里面 实质性的问题了 刚才谈到的是民调的技巧 技术性的问题 我现在谈实质性的问题 那代表侯友宜原来被美丽岛电子报做出来 只有18%的时候 真正的侯友宜当时的民调比现在糟很多 因为当时如果做手机做网路 那侯友宜当时支持度不是只有18 可能掉到15以下 因为我们看风菜民调他出来的结果是 侯友宜是15.9 对 风菜民调就是用四话加手机 对 还有网路他也用 对 所以这也就是说 他对年轻人的测定他们的支持度 的倾向是比较准确的 所以从这里来看 侯友宜也不要太高兴 侯正宜也不要太高兴 以为说他们的民调已经真的超越了柯文哲 他必须知道 美利岛电子报的抽样方式是有问题的 但是话说回来 确确实实在7.23 国民党全代会之后 侯友宜的民调确实有稳步上升 稳步上升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很多人说是金谱中强力整合 发挥了效果 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柯文哲自己发生了 许多的错误 而这些柯文哲的错误 是原来暂停在柯文哲里面的 藍的支持者 跑掉了 回流了 这些藍的支持者 因为又久等不到郭台铭宣布参选 所以干脆就回归了 所以干脆就回归到侯友宜这里 那等到郭台铭宣布参选之后 这些原来在柯文哲阵营 回归到侯友宜阵营的藍的支持者 大概有3% 这3% 会不会再留回郭台铭呢 这是个问题 极有可能 对 所以你看看风菜民调 或者是美丽岛电子报 都有显示哦 如果四角都加入郭台铭之后 侯友宜仍然会下跌 大概两个百分点 因为我有看到风菜民调 其实有做四人民调 对 然后他的民调是赖清德 会变成31.2 柯文哲是拿到了19.5%的选票 然后侯友宜是14.8% 郭台铭是11.8% 就是人家会再讲 就是郭台铭和侯友宜的民调 已经呈现了一个死亡交叉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觉得其实像教授之前 有跟我们大家提过 就是郭台铭你要选 还是不选 你的犹犹豫豫呢 其实让大家觉得没有耐心等你 当然 比如说你自己把弓拉的这么满 然后呢 盘马弯弓箭都不发 台湾的社会节奏这么快 尤其台湾媒体 几乎是没有耐性的媒体 他对你郭台铭不会满意嘛 确实 他会觉得你很讨厌嘛 牛肉捏捏 每一次好像都在骗记者 让记者不能漏新闻一样 结果每次记者来都是 都是带乘性而来 拜信而归 就我以为我来会听到你说要参选 结果最后 都没有啊 对啊 所以你会让大家感觉到相当的不耐 不耐久了以后 对你会失去兴趣 对 所以这些人可能会跑掉 对 或者这些人会转成魏表态 都有可能 对 那有些人跑掉了就不再回来了 所以郭台铭如果再继续拖拖拉拉 一直不宣布参选 我认为郭台铭就会被边缘化 对 因为我们有看到就是 其实封餐民调里面有做 就是在2024大选当中 支部支持郭台铭独立参选 其实不支持他的呢 高达了43% 支持他出来参选的呢 大概是32% 然后3.9%的呢 是还没决定没有意见的 所以其实多数的人 就是一线民调来看到的话 是比较不支持他独立参选 那也有 就是刚刚有讲到 如果斯卡都的状态 在郭台铭的民调 其实已经跟侯友宜 呈现一个死亡交叉的一个状态 那台湾民意基金会 今天也出了一份民调 就是43.2%的人呢 不乐意看到郭台铭出来参选 然后41.5%的是乐见的 就是有点一半一半的感觉 那教授您怎么看 这个乐见的人里面啊 相当的一部分 我认为至少有一半 是民进党做策略性的操作 哦 因为对民进党来讲 郭台铭选 对他们有利嘛 对保送赖心得嘛 所以他们当然希望去骂人嘛 去怂恿郭台铭出来独立参选啊 所以才会产生有那么多人 百分之四十几 支持郭台铭出来参选 郭台铭因为有个前科 四年前的前科 就是大家都以为你会选到 对因为大家都认为你一定会选啊 那时候柯文成还成立了民众党 还说把民众党作为花轿 对 让郭台铭上花轿 对不对 对 而且那时候柯文成很干脆啊 他愿意做负的 去帮助去抬轿 帮郭台铭选上啊 可是郭台铭突然宣布他不选的 对 除了柯文成以外 还有很多当时很热心支持郭台铭的人 当时也大失所望啊 我知道那时候郭粉嘛 什么有郭投票 无郭交友 是啊 那很多人以为郭台铭会选啊 而且很多人为了郭台铭还退出国民党的 嗯 那我请问你 为郭台铭退出国民党的 或者被国民党开杂 开除党籍的 你听到郭台铭突然就没有告知 无预警的宣布 他不选了 你认为你会不会觉得窝囊 我会觉得我被骗了 是嘛 所以他四年前有这个前科 对 这个前科留下了阴影 使得郭台铭的模糊战术 嗯 再继续玩下去的话 那就玩出火了 对 确实 那就玩到最后弄假成真 嗯 就造成了很多人 那个头脑里面 那四年前的阴影 越来越强烈 最后就弃他而去 对 所以郭台铭在 我认为在823 即使823没有宣布 823的隔几天也必须宣布了 嗯 反正9月13号叫联署的吧 对啊 那联署之前他一定得宣布 而且不但宣布 自己参选 还要宣布这一个搭档的副手的人选 嗯 如果这个都不做的话 那很明显的大家对他的希望 就落空了嘛 对 就会认为郭台铭又要半途而废了嘛 对 所以郭台铭现在很危险哦 你不要以为支持他参选的 还有四成以上哦 这四成以上是脆弱的 很可能其实里面很多是民进党关票关键 对没有错 我认为至少一半 那郭台铭现在的支持度 宣布参选之后可能会有庆祝行情 对 可是如果迟迟再不宣布 他就会不断的往下掉 对 一旦掉到10%以下变成个位数 那很多他的支持者 尤其他有很多的支持者 像地方派系 那些议长啊 副议长啊 议员啊 他们对郭台铭的相信力就没有了 就会跑掉 因为他们会怕啊 他们支持郭台铭要付出成本的啊 第一个可能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第二个他可能在网路上被攻击 第三个他很可能被民进党报复嘛 对 所以他会怕嘛 所以他认为我付出这些成本 去支持你郭台铭 理由久不宣布 他没有办法向他底下的庄角去交代嘛 嗯 台湾的这些地方派系 就像是我看那个露宋串啊 一拉就会过滚 对啊 他没有错啊 这个地方派系这个议长很可能是露宋头 对 下面一大堆他下面都露宋 对 那现在他没有办法对他下面人交代啊 最后就会弃郭台铭而去嘛 对 所以郭台铭要了解这个的严重性 那郭台铭身边可能有些测试或幕僚 在测试幕僚 说实话 基本上没有经过 要不就没经过选战的洗礼 嗯 要不就虽有选战的洗礼 但是都属于台北市的 是 像陈温县这些人 是 对不对 他们只熟悉台北市 他根本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整个大陆 台湾的中南部是个什么情况 对 所以他们一直到郭台铭才模糊 模糊 模糊 一直模糊 一开始当然有效啊 嗯 其实因为可以使很多人敢出来挺他 例如说 沈志会 周商会敢出来挺 嗯 周典论的女儿周问隆敢出来挺 那是 那这时候他不给回应中央说 郭台铭还没有宣布啊 啊 例如说像在苗栗的时候 苗栗的前县长 曾经跑出来说下架国民党 现在说那个考进会要开闸 是 然后他的理由他一个有个辩词说 郭台铭没有宣布啊 对啊 那没有宣布怎么可以开输我呢 对啊 那屏东的周典论不是也这样讲吗 他帮郭台铭办了那么大的一个造势晚会 然后后面选了选总统 嗯 他说我没看到啊 郭台铭没宣布啊 我怎么知道呢 那也是事实 郭台铭到现在都没宣布啊 是啊 所以说 这时候党中央就没有办法开闸嘛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模糊当然有他一定的效果 但是这个效果很短暂 这个效果的负面效应会越来越大 对确实 这是郭台铭不要只看着民调 说支持他独立参选的还有4成多 他认为比赖清德还高 对 赖清德的支持度才30几% 那支持他独立参选40几% 他就以为他胜券在握错了 可是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讲 因为 虽然支持他出来参选的有40几% 可是今天哪怕连台湾民意基金会出来的民调都是 郭台铭是垫底的 是15.2最后一名 他还比侯友谊18%的支持度还少 更不要加赖清德第一名的33.9% 那个事成支持他的那个数字 我觉得非常的奇怪 而且其实在风策民调当中 他还讲了就是有大概43.5%的人不挺郭台铭独立参选 但是他们是支持这个国民党和民众党在2024的时候 能够整合推出一组候选人出来 因为我们看到高达了40%的人 是赞成共推出 就是教授之前讲的所谓的非律大联盟的候选人 所以我们看到的意思就是说 郭台铭如果今天要独立参选 其实我觉得他会成为最后非律破局的一个很大的罪人 这个很难说 他是一刀的两刃 为什么呢 我们先看这个风策民调 风策民调现在四角多 郭台铭大概11%点多 美丽岛电子报12%点多 然后这个台湾民意调查 由于那个台湾民意调查是15%多 15.2% 我认为郭台铭现在真正的支持度 还没有宣布之前 真正的支持度 应该就列在 就是在12到15之间了 还没宣布的时候 有12到15 12到15 所以有人认为 郭台铭如果赶快宣布 他一定很快的 从15升到18 这3%是叫庆祝行情 一定会有的 好 可是如果再拖下去 那就正好反方向 15%就往下掉 可是他一定要等到823 所以说 所以说郭台铭就必须要在823之前 他要不断的有动作 像昨天晚上 在这个巨星会里面 那一场85桌 1000多人的造势会 就是他的动作 对 这个叫做动作 所以在这一个巨星会的晚会里面 郭台铭说的就更明白了 他都明白的说到 他要怎么做了 他还具体的想 他要邀请侯友宜跟柯文哲 一起到全民主流民意大联盟 大家来喝咖啡 协调怎么整合的机制 跟方法 那谈到真的具体了 下面的民众就懂了 他就有希望了 他对他底下 我说过那个漏众头 对他底下的漏众 就有交代了 你总得要给这个漏众头一个交代 昨天到场的100多个 1000多个人不是等闲的人 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他们都是地方派系 至少是大哥或者二哥 或者三哥 这些人下面少说要帮郭台铭联署 都有上千人的实力 那你如果说这1000个人 每个人平均 是1000个联署 帮郭台铭这1000个联署 那就100万 所以其实郭台铭不是没动作 他还是有动作 昨天那个动作就正面的 对 能够安大家的心 但是如果说你动作轻微到 只是到一些公庙去走一走 那这样大家都知道 郭台铭那公庙的香火钱 是100万 没家 所以哪个公庙不欢迎郭台铭去 但是问题去的话没什么效果 对 因为没有新闻信 大家会觉得郭台铭相对 因为别的候选人他弱了很多 对 这时候郭台铭那一个模糊战术 就会迅速报仇递减 是 那如果郭台铭到823 823的时候可能有人会跟他讲 例如陈玉珍 他一定会跟郭台铭说啊 因为823他一定会在郭台铭的旁边 甚至有了砍到 记者问他 你知不知得郭台铭参选 那陈玉珍人会说不吗 好那陈医生如果说的是 那他担不担心被国民党取消提名资格 对 那一旦被国民党取消提名资格 他很可能在金门这一战败选 是 所以他会围然 所以他会劝郭台铭 你823不要宣布 嗯 你不要害我 你823以后再宣布 嗯对不对 好那金门的议长呢 还有议员呢 金门议长 红议长他也是国民党旗啊 你认为他心里不怕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吗 以金捕冲的手法 他不是开除你党籍而已 他养了一批网军 对 他们羞辱你 抹黑你 把你祖宗18代全部抹黑 比民进党网军还狠 谁不知道他金小高的手法 他不会怕啊 所以他们就会跟郭台铭讲 不要823宣布吧 玩几天 对玩几天 可是你能够玩几天呢 马上接下来台东要办 对 那台东 吴俊立 以前老县长 吴俊立的夫妻 他太太是邝立真 以前也是台东县长 对不对 好 他们一定也有这个困难啊 那很多台东的都在 都在 郭台铭的旁边 他们一定也怕被开除党籍啊 所以会跟郭台铭说 今天不要宣布吧 明天再宣布吧 可是到了明天又台中啊 台中有刘德成啊 刘德成不是刘松帆的侄子 对 刘全宗的唐帝 他也国民党籍啊 所以他也有这个风险啊 所以如果郭台铭到每一站 都让媒体最后称信而来 拜信而归 那就完了 是所以呢这个到底民调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稍后呢还要再请教授把我们解析一下 哈喽各位支持苏恒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苏恒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跟各位分享哦 那就是苏恒的这个会员呢 已经正式开通了 各位呢如果说支持我们的话 拜托拜托 大家要加入我们的会员哦 欢迎回到野理会客室 教授我们刚刚看了民调 就是在这个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里面 我们看到是 柯文哲和侯友宜之间的民调已经交叉了嘛 虽然呢在这个风产民调当中呢 柯文哲依然还是领先这个侯友宜的 但是其实当中有一个内部的 比较细化的部分 我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 柯文哲的年轻人的支持度的选票呢跑掉了 跑到哪里去呢 其实跑到了这个赖清德的手上 赖清德的年轻人的支持度 从19.1%增加到27.8% 而柯文哲的年轻人的支持度 20到29岁之间的呢 从39.5%降到了31.8% 那侯友宜虽然一样少 7.6%增加到12% 但至少他是上涨的 就是教授其实我不是很懂 因为你说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讲啦 这个说柯文哲 其实在这一阵子 一直在失血 一直在扣分 比如说像是可能仇女议题啦 或者是说可能7.16之后 有一大堆的议题 其实都在帮柯文哲扣分 尤其是整个美丽岛电子报 民调出来显示 他的支持者里面 男生远远大于女生 这个跟赖清德和侯友宜 呈现的民调状态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赖根侯的支持者 大概基本上男女一半一半 但柯文哲是大幅度的悬殊 教授您怎么看 就是为什么柯文哲的民调 会在这从7.16到8.16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大幅的下跌 呃 说点到了非常关键的问题 在美丽岛电子报的 民调的数字显示 柯文哲跟侯友宜 黄金交叉 或者叫死亡交叉 也是说侯友宜终于不是侯老三 他可能已经跟柯文哲并列侯老二 但是呢 我说过美丽岛电子报 有他抽样的误差 对 他是四化为主体 他没有显示 他对年轻人 测他们支持度比较准确的 手机或者是网路的民调结果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以真实情况来看 柯文哲在年轻人群中的支持度 仍然在7.16之后 显著的下跌 对 可是教授我说真的 因为7.16那场我有去在旁边看 我看到的是年轻人对于柯文哲的热情跟支持 但是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最终最终的结果 居然是这个样子 这个有点跟四年前韩国瑜情况一样 韩国瑜的每一场造势活动 下面都是热浪滚滚 可是民调结果就往下掉 对 所以从现场看到的 跟实际民调的结果 是有落差的 可是韩国瑜的现场造势 你明显看得出来年龄层偏大 但是柯文哲7.16的那一场 明显大概是40岁以下 那个年龄层是看得出来的 可是你要知道 年龄轻 他们反而更容易受到外界讯息的影响 而影响他们的偏好 所以年轻人的偏好是流沙型的 对 他会随时跑来跑去的 那柯文哲在7.16呢 严格来说 他配合馆长跟黄国昌 所办的那一场造势会 不算失败 而且他讲得很好 对 而且选定的时间 只有选定的时间 是不对的 对 他如果选择晚上 或傍晚来做这个活动 那效果会好很多 因为那天真的超级无敌的 对 所以呢 他来的女生 女性 年轻人相对的少 是 那这一来就给民进党找到了破口 民进党是很会打选战的 真的 民进党一找到破口 他就发动他旗下的 几乎九成的台湾的媒体 就开始对柯文哲很咬 真的 对 然后开始咬说 柯文哲的少数活动里面9比1 女的只占十分之一 男的占九成 对 所以柯文哲不受女性欢迎 好 然后接着就带出来 柯文哲有丑女有艳女 然后就带出来柯文哲过去 常常失言 对 言语中带有大男人沙文主义 对 然后 本身对女性 有性别歧视 因为前一阵又有me too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对这个议题很敏感 那年轻人没有错 他原来都支持柯文哲 可是年轻人也很容易受到 外界讯息的感染 因为年轻人很重视他的同侪生活 同侪生活里面大家都批评柯文哲 的时候他会受影响啊 尤其是如果他身边的女朋友受了影响 那这个这个男的 会不会受到他女朋友的影响 会啊 一定会女生会开始闹啊 你托给他我就不要跟你在一起 对啊因为好那接着 柯文哲又饮症止渴 又遇到了猪队友 那馆长又出来又开始 用那种很粗俗的 国骂啦三字金啊去骂女性 那更加深女性的不高兴啊 女性觉得说意见不同可以讨论啊 那为什么就那么粗俗的三字金 五字金八字金来骂女性呢 所以他们会更反感嘛 所以就把这个问题给扩大了 好第二个其实对柯文哲影响很大的是什么 就是柯文哲办的演唱会 可是那也算是一个成功的造势了 对我觉得柯文哲演唱会还可以 虽然唱歌的水平很低 那他本来就不是歌星 但是呢基本上就说 柯文哲本身他必须要有演唱会 因为柯文哲听说正常情况到9月 柯振英的裁员就出问题了 肯定的 对他就没钱了 所以柯文哲对外没有讲哦 但是他心里一定很急 因为选举到了越往后钱花的越多 就是你钱花最少的时候 其实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到后面你根本就是随便砸 那现在柯文哲急到 会要用他五音不全的嗓子去开演唱会 你就可以知道了柯文哲多缺钱了 嗯 可是柯文哲非得办演唱会不可 他原来认为办的还算成功 对 可是民进党控制的媒体啊 他就开始批评你柯文哲啊 所以柯文哲又不是歌星 对不对 撕掉选这个总统的格 那柯文哲本身你要知道 一个人当他心里很健康很强壮的时候 他不容易受到外界声音的干扰 他会觉得我做什么都对了 对 可是当你其实心里头 对于你自己的自信 开始动摇 动摇的时候 别人的批评你就会在意了 对对对 这时候柯文哲你看 柯文哲后来不敢再谈演唱会的问题 是 好 加上演唱会他又请委拿药单 又正好请馆长做他神秘嘉宾 那馆长很高兴啊 有一个像柯文哲这样的人 请他做神秘嘉宾 这是他无上的殊荣啊 所以馆长又拼命的讲啊 又觉得他要为柯文哲做些事情啊 所以馆长又去打这个赖品鱼啊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 就绞尽在那个漩涡里面 那馆长打赖品鱼 如果专打赖品鱼云豹小公主 他的爸爸赖靖琳的云豹能源科技公司 这是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非常好的所谓的光电风电的弊案 而且这个弊案其实很有意义的 这个弊案呢 跟过去陈水扁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水扁要贪污的时候 他会有个漂亮的招牌 叫做二次金改 然后告诉你二次金改两年内 我要把14家金控收成7家 所以金控老板每个都怕 就赶快来送钱 所以他就贪污了 那蔡英文更厉害 他用了一个要反对核电 非核家园 所以必须发展绿色能源绿电 那发展绿电台湾只有两个 一个是新竹苗栗的风电 再加上嘉兰平原的光电 那要发展风电与光电 所以就造成了许多的这些能源公司 绿能公司 就雨后圈损的蓬勃起来 而其中新潮流掌控的里面 最赚钱的大品这一块嘛 因为台湾的电力系统分为 发电输电配电 那发电输电配电 仍然是由台电公司主导 对 所以你这些能源公司 你开发出来的绿能的绿电 仍然要卖给台电公司 而你的成本因为高 所以你卖给台电的电价 其实比台电自己发电的成本 要高出两倍到三倍啊 所以台电一定会亏损啊 台电亏损 可是却肥了这些能源公司的暴力吧 好 所以就造成了类似像云豹科 云豹能源这样的公司 他的营业就很快的上几百亿嘛 可是问题是台电是公股 对 他是公股 他亏钱是全民亏钱 没错 然后云豹赚钱是赖家自己一家赚钱 他其实是抗我们人民的凯去输送给赖家 是 这是一个超大的弊案 而且因为这是一个多么吸引人的大品 所以造成了黑道介入 所以才有台南开88枪的问题 好 那你现在你赖品又跑出来讲 说他爸爸赖晋宁 每一家公司的持股 都不到1% 张众罗只有0.5% 而他占了19家公司 19家能源公司 包含云豹 19家 他都是做董事长 对 问题是你赖晋宁 基本上他不是 张忠谋是 排击电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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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芯片生产的 专业人员 对 半导体专业人员 对 你赖晋宁 原来是劳工运动的 对 你懂什么 他原来大学的政治系 因为那个张忠谋当初是蒋经国派人 请他从美国那个德州仪去请过来的 他回来是先做工研院的院长 对 对不对 他是专业人才 对 你赖晋宁何德何能 你根本没有这个背景 对啊 你一开始做工运 做国大代表 做立委 然后后来立委落选 后来又做了劳动部的副主委 就这样而已啊 你根本没有接触过所谓的绿能 没有接触过绿电 那你突然间可以深挂19家能源公司 的这个董事长 你不觉得奇怪吗 好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 而且你为什么赚钱 对 好那你赚钱以后 当然 民进党 蔡英文 又给了 赖家妇女 又那么大的福利 为什么 我曾经讲过 你记不记得 四年前我打民进党二代网军的时候 对 赖晋宁就是 蔡英文小英基金会 委托在外面 受徐家精指挥的 对 最重要的网络公司啊 对 他就是网军公司啊 所以赖晋宁妇女 就立了功 所以蔡英文才给赖品瑜 去选立委嘛 嗯 然后帮助他选上立委嘛 嗯 结果赖品瑜选上立委以后 他有什么在立委的这个职位上 这个角色上 他有什么贡献 毫无见书 毫无贡献啊 可是他为什么能够得享殊荣 就是因为给他的这一个政治 政商勾结的利益嘛 对 所以館长这个东西啊 他不会打 他也不会讲 你把他讲清楚 他也没这个专业 对啊 我就知道他把他讲清楚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好打 很好的弊案 对 而且非常好打 对 而且这几年 因为赖品瑜在年轻人圈子里面 也很有名啊 cosplay啊 对啊 没错啊 他不是因为他立委做的好 很有名 他是因为cosplay很有名 因为他很漂亮嘛 穿的就是 让很多的男性朋友们觉得 宅男啊 他是宅男女神啊 对 大家觉得说赖品瑜很漂亮 那我们跟他的问证的能力 其实没有必然的关系嘛 所以啊 所以当时候如果馆长 馆长好好的打这个弊案 事前做些准备 他就不会失分嘛 那馆长不是啊 馆长有时候用什么三字巾 骂得很粗啊 其实是 但你不会让很多的女性觉得说 因为原来不明 因为人是一个社会群体动物嘛 对 所以人一般来说 当馆长声望很高的时候 没有人敢批他啊 现在馆长成为众死之地的时候 很多女的就开始会讲啦 哎呀 不要看馆长的节目好低级哦 动不动就骂三字巾 他也害怕男朋友学坏啊 害怕丈夫学坏啊 我知道很多的女性朋友都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讲话 你为什么讲话一定要 你为什么动不动就讲三字巾 对 就讲国骂对不对 所以就觉得很低级 这又配合了前面的 716的那个事件 丑女艳女又来了 就整个合在一起 对那馆长又觉得 他要帮助 帮助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还要抱得很紧 就贴得很紧 他越贴得很紧 柯文哲受伤就越大 然后再加上 民进党是有程序打的哦 对确实 民进党为了怕社会谈 赖金林赖品于妇女的光电弊案 所以他就把交点要转移 而交点转移转移到高宏安嘛 哦 那高宏安的问题 其实像我讲的就没有问题吧 对 高宏安本身诈领助理费的事件 是罪证确凿 是没得抵赖 你帮他在这方面说 他是清白的 朱立伦不是讲 要帮他争取清白 这都是讲不对的 你现在要鼓励高宏安的是什么 坦然面对司法 该做牢就做 可是你至少还有两三个月的 新竹市长的任期 民进党这么整理 你要回来去打他那个 新竹市市长 是嘛 你还有两三个月的任期 你还怕什么呢 你已经无所顾忌了 你这时候去打林志坚 打柯建民 在新竹 盘踞新竹 所产生的弊案 说实话 你看柯建民那个脸 他如果没有在新竹 他很如理性吗 确实是 那这时候 他至少现在还是市长 他去打这些弊案 你认为有困难吗 很简单 对 当然很简单 林志坚做了八年的市长 你认为 没有问题吗 一个棒球场就弊案重生 是嘛 所以你去打这个 然后呢 郭台铭又疼他 他 然后柯文哲也提醒他 也喜欢他 他这时候把两个老 两个师傅找过来 他要坐牢了 而且他是贪污自罪条例 被判刑啊 他很可能要做十年以上的牢啊 然后他这时候 只要哭着对两位说 我都要坐牢了 你们还在争 谁为证 谁为父 你们这样子做 那我这个牢做的安心吗 嗯 我所了解的郭台铭 听到高宏安这么说 梨花带泪 去诉说这个 郭台铭会同意做父我跟你讲 所以 主要的 主要就是 当中没有人去帮忙穿真影线 本来就是 如果说 如果说高宏安 他现在真的是要坐牢了嘛 嗯 好两位柯跟郭都不能否认嘛 嗯 他只要高宏安 最后说 我都马上要坐牢了 你们到这里还在争了 谁做正谁为父 我这个牢做的安心吗 嗯 你们不怕我在牢里面 被你们两个人气死吗 对不对 被人家折磨死吗 要死也要让我含笑而死啊 金浮冲都会讲话 挺着胸膛倒下去死 对不对 所以学学金浮冲那一套 嗯 对郭台铭克文哲两位老先生 是有用的 所以北北都是在打逼 所以可以促成 两个人之间的和解吧 是 所以就看高宏安怎么做了 那如果像高宏安现在 你看 有时候出来很冲动的 跟检察官对干 对 那有时候呢 又说回去了 又好像无事可干了 说实话 他就会站出来宣布 我要死 我最后即使剩一个月 我都要把林智坚任内的弊案全翻出来 对 我要死我要拖着 林剑明跟林智坚一起死 而且你想想看 新竹的弊案 绝对有往新潮流寿 绝对 绝对有往蔡一文寿 对不对 他也是一股肉斩 对对对 你认为这个有没有震撼 这个就震撼啊 我觉得这个对选举的影响会非常强烈 当然啊 就如同我2006年 我知道陈水美要抓我坐牢了 我坐牢定了 我也是这么做的啊 我坐牢之前我就讲啊 我继续抓你陈水美闭案啊 然后我监狱一出来 第一句话说什么 陈水美我回来了 对 开始继续打他闭案啊 对对对 对不对 李高宏安没有错 如果你是贪污罪被关 你可能会做很久的啦 嗯 可是如果你这么做 说不定还有一些生机哦 因为台湾的法官 自由心证的 是 当你的生事起来了 而郭柯已经整合了 他极可能会赢 法官说不定 把你从贪污罪改为诈欺 哦 贪污罪是7年以上 诈欺很可能只判1年 就还可以一颗罚金 然后郭台铭跟 跟柯文哲若上了 宣布减刑 特色不可能 嗯 减刑 减刑减一半啊 一年是为税啊 所以减掉成半年了 半年就一颗罚金了 老也不要做了 市长照干了 哦 你不觉得多爽 即使市长赤夺公权不能做 那郭台铭给他一个 什么中华电信公司董市长 或者台电中油董市长更好啊 或者工研院的董市长也可以啊 他也是专业在这些了 对啊没有说啊 这不是更好吗 对 所以你现在已经身处死地 自知死地由后生 你才有活路嘛 是 好可是呢 现在我认为大家处理都不当 这时候朱立伦抢的要出来替高宏安说话 郭台铭也急了 要帮高宏安说话 柯文哲也急了 要说话 可是说话没有做法 就反而不是好话 民进党就不怕嘛 所以就会被民进党在媒体的声音所操控 对 所以这时候柯文哲的支持度 就继续往下掉 是 而这些因素合在一起 你会知道他会累积 对 他会累积 而柯文哲越来越觉得心烦 常常会隐情不见了 对 大家就开始猜 你为什么已经不见 你去哪里了 你去哪里了 你是不是心里烦 等等 好 然后就开始 媒体就会开始报一些内幕 说柯文哲可能到嘉狱 去跟哪一个比较地方江湖人物见面 例如说我的一个朋友他追求啊 嘉义东石的一个地方很有名的人 叫林水树 林水树的家族在嘉义化罪的跟党 嘉义有两个大头 一个是陈明文 山县 另外一个是海县的 就是林水树 林水树在仲冠县的威望 不输给张龙卫 也不输给周典论 对 所以如果 林水树跟周典论跟 跟这个张龙卫 如果都帮郭海明的话 不得了耶 真的 整个总观线就连起来了 对 所以说 柯文哲现在就变成乌肉偏逢年夜雨嘛 所以民调一直跌嘛 所以不是侯友宜上升 而是因为柯文哲下跌 两个才交叉 所以国民党也不要太高兴 因为不是侯友宜冲上去 赢了柯文哲 而是柯文哲 而是柯文哲下来跟他交叉 所以交叉以后 你发现 即使美利岛电子报 他距离 距离赖心得 高达快15% 对 这快达快15%的支持度的差距 那代表票开出来 会比4年前 韩国瑜输的还多 确实 所以这个 我们下一部分 我们就要来跟教授聊聊 到底这个 在昨天晚上的那一个晚宴 它当中的意涵跟意义是什么 哈啰 各位支持苏恒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苏恒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跟各位分享 那就是苏恒的这个会员 已经正式开通了 各位如果说支持我们的话 拜托拜托 大家要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到野理会客室 刚教授有提到这个周典论 其实我蛮好奇的 就是其实在昨天晚上817的时候 817的晚上郭台铭在云林 有一场晚宴 席开85桌 我看这个网路上新闻都讲的 这个人数大约850人左右 然后教授是说大概1000人 那但其实不管850还是1000人 其实都是人数非常庞大的一个餐会 因为其实像我们选举就知道 你要一次找这么多人来吃饭 其实很困难的 人数这么庞大的之下 其实当中出席的人 大家就会认真去看了 因为他里面有刚提到像张荣卫 还有那个蔡正元委员 然后还有像谢鼎林 周典论 蔡勇德等人 其实都有到现场去 那其实刚教授有提到 无论是周典论 还是谢鼎林 都是国民党里面非常重要的地方派系 地方势力 也就是可能助力 所谓的牛鬼蛇蛇那一派的人 就是教授您怎么看 因为刚刚教授 其实在我们第一部分的时候 有提到说 这个参会 其实很可能是郭台铭 参选总统的起手势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 所以会让很多人开始有想法 那教授你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 到底我们要怎么去解读这样一场参会 是不是我讲对了 这是一场台湾地方派系 在选举史上第一次进行南北大会师 南北大会师 对以前从来没有过 虽然她挂的叫云林同乡会 是以云林在各县市的同乡为主体 蔡正元为什么参加 因为蔡正元是云林同乡会 台北市分会的常务理事 也就是台北市云林同乡会的Leader 所以他被邀请 但是张荣卫非常理喻他 所以让他坐在郭台铭的右边 而张荣卫坐在左边 你再看看他们里面坐的人 蔡正元的旁边是台东县的县长 前县长也做过议长吴俊丽 他的太太也坐过台东的县长 叫做邝立真 就刚刚教授提到 对 然后再往另外的一边 张荣卫的右边就是周典论 周典论的女儿周梦龙 是现任国民党中常委 连做主桌的资格都还没有 他老爸在上面 但是他必定是国民党中常委 那如果再往右边再来就是 张化的议长谢典林 大家都认识 另外还有这个云林的副议长 还有国策顾问都在场 所以整个的主桌就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场台湾地方派系的南北大会师 而且张荣卫支持的时候讲的很清楚 就说他们支持郭台铭 他们要帮郭台铭进行联署 那郭台铭一定要先宣布参选 所以才有宣布联署 所以支持郭台铭联署 当然就是支持郭台铭参选 可是这样 违反了国民党所谓的党纪吧 金国充不会对他们开刀动手吗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的指标了 对啊 国民党可能会开刀 而为什么他们会不拒国民党开刀 中常委都去的不是只有周梦龙 省智慧也到 省智慧任养两桌 但是省智慧没有出现在镜头 只有什么时候省智慧上了镜头 就是在郭台铭跟主桌的 一些重要的贵宾 一起在台上合照的时候 省智慧上台了 他站在最左边的地方 但他后来有跟郭台铭握手致意 省智慧这时候都会变 所以都涉及到党纪开刀的问题 好 为什么他们不拒党纪 第一个 法不择重 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 如果每天开刀 那朱立伦的刀开不完了 而且你把这些人全部开掉之后 你地方未来要不要选 对 因为这几年 因为国民党财务有问题 所以国民党根本没有办法 支应地方党部的生存 所以国民党的地方党部 还有地方的组织 全部靠地方派系出钱 那不就军阀吗 没有办法 因为国民党没钱 对 所以国民党几乎很多地方的地方党部的主委 就是议长 就是议长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国民党如果把这些议长副议长都开除了 把这些地方的大头都开除了 那国民党最强调的组织战就瘫痪了 就是你两年后的地方大选你要怎么选 不只两年后地方大选 这一次怎么选 对啊 你没有地方动员 你现在国民党唯一的优势就是地方派系 国民党要地方动员 他一定先去找地方派系 对 因为地方派系 你会将骂上讨 你才可以动员人数 你还可以撞人场 所以你会发现侯友宜从参选到现在 侯友宜没有办过外场 因为他跟地方其实不好 对 所以他只能办室内 对 其实每一场 都只有200 300 400 对 所以当国民党的民嘴们去攻击郭台银 说什么屏东碰峰 没有2万 只有几千 对不对 我心里就觉得很好笑 他即使在3千4千 他也比你侯友宜的两三百厉害啊 对 对不对 你侯友宜就两三百 你是笑人家几千的 你不是很好笑吗 所以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法不择授 所以他们不怕 反正我们人那么多 大家团结在一块 有本事你把地方派系全部干掉 是吧 你不敢嘛 好那第二个 很多人想啊 1月13号 明年1月13号 国民党侯友宜会惨败啊 惨败之后你朱立文要不要负责任 一定要啊 金谷说不要负责任 肯定要 那侯友宜要不要负责任 所以国民党的中央就改组了嘛 嗯 改组以后就换一个人做党主席了嘛 对 他们再回来就好了 所以谢扁林在退出国民党的声明 写了一个暂时退出国民党 就这个意思吧 他一直告诉你我现在走了 我明天1月13号我就回来了 班师回朝啊 我看准你侯友宜输定 对 然后那个时候 所以你看南投的副议长 潘医权 他才会讲啊 你侯友宜如果是赢的话 我给他吃财啊 嗯 我的一辈子吃素啊 对 他为什么敢这样说 地方人士哦 他是地方的大科大哦 他敢这样子说 他不怕施的威望吗 他就是看准你侯友宜上不了 为什么 在台北的人 以为侯友宜还有一些声势 到了中南部就知道了嘛 尤其过了淡水河以后 谁不知道你侯友宜地方的势力 没有了 对 所以昨天的那一场 很多人说 原来说开50桌 后来变60 后来变80 实际开85 一桌呢 是做12个人 所以其实是1000人 哦 不是做10个人 10个人是850 对 他是做12个人 是1000人 所以总人数超过1000人 而这1000人不是一般的人 他不是抓人头充数的 都是地方很有事 他是地方有名的 因为每个人都要做个名牌 对 所以每个人都有个头衔 他不是当地的正名代表 乡名代表 市民代表 就是农会里面的藏物理事 渔会的理事 水利会的理事 或者是商业会的理事 每个都是有头有脸的 而且他只是 他只是云林同乡会的系统 嗯 所以北云林同乡会系统还没有动 哦 还没有动 所以你看昨天 南投的议长不是何胜峰吗 副议长潘依泉吗 他们为什么没有来 对 因为跟张荣威不同系统 哦 哦 所以 周典论这个是因为大家对他很熟 这间点离大家对他很熟 所以邀请来了嘛 嗯 所以昨天这个阵仗出来的话 你说1000个人在场 平均每一个人 所以为什么张荣威上台讲话的时候 讲的这么有气品 张荣威也是一言九鼎的人啊 是 他要做这些所谓地方派系的龙头老大 精神领袖 没那么容易的 嗯 坐牢做那么多年的时候 外面还都是听他的 他以前要选 中常委、中央委员 只要张荣威说支持你 一定稳上 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 张荣威讲的这么有把握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 下面的每一个人在场的 都拥有帮郭台平年数1000票 1000个人的实力 哦那很厉害 当然啊 所以来的85桌 一桌12个人 1000个人 每个人1000票 合起来就是100万耶 对 就过啦 对 联署只要30万啊 所以他们刚喊出来 喊出来说要破100万 嗯 就是这个道理 是 就是这么算出来的 而郭台平就等于在 宣布参选联署之前的大阅兵 大点价 所以昨天这一场代表的意义就如此 一般啊 这种大型餐会 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后 人就开始走了 差不多 可是昨天喔 两个小时 还是满满的 还是满满的 没有人走 为什么 他不是一般的人 他就是地方的庄角 嗯 他必须在里面 证实他的存在 他的重要性 回去告诉他那个骂葬桃 下面的重职 嗯 那我可以参加这一个 我参加这一个 所以你们要帮我联署 嗯 你要表现出成绩 我们的责任额是1000个 对 那每一个1000个 不难嘛 对 舒衡 你去帮某某人联署 找1000个有困难吗 我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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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 如果野理系统 嗯 1000个 难吗 可以拼一下 当然啊 没有错啊 那个联署不容易啊 因为他还要身份证啊 又要干嘛的 你是台北 对 你是台北不容易 你知道中南部是什么情况 我知道中南部 因为其实中南部人 其实对于什么统啦 毒啦 国民党民进党 他们其实没有概念 他就是所谓的 大家人际之间的互动 对 他在乎是 你跟我谁是亲 什么七叔叔 八倍功什么的 而且我跟你想好了 我在高雄 我底下的地方装甲 包含了议员 包含了代表 包含了地方的头人 你知道吗 他们每一个人手里头 拥有的国民党的党员 不是一般人 党员 至少都超出500个 所以在南部是这样的 你抓住几个 Keyman 对 你初选就过关 对 对 无人可敌 为什么 因为做党员要交党费啊 200块 所以这些党员 这些所谓地方头人 我们把这叫人头党员 对 在南部叫人头党员 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所有的党政都在他手里头啊 对 这时候连署的话很简单 我帮你填就好了 你说党政都在我手里头啊 我填一填 我就五六百 我就一千啊 对 所以说 连署越往南部越容易啦 所以他周点论 一谈起他要连署 一万个有困难吗 何胜峰都讲啊 何胜峰说我们这十万啊 但那南投就十万啊 那他就随便弄一弄就过啦 当然啦 是啊 以前没有人透过 这种八爪鱼的地方派系来运作的 对 而台湾的地方派系过去 各自为政 对 这是第一次 我所见过 南北大集合 对 南北大集合 那郭台铭这一次站上去 笑颜足开 嗯 其实郭台铭口才很差啦 昨天 几个讲的 他讲的最差啦 好 那现在 我另外讲一个亮点 这个亮点就是 就是蔡正元上去讲的 蔡正元给了他们一个理由 回去告诉他底下的人 帮郭台铭年署 蔡正元说我们云林人 就是台湾人最终情谊 有情有义 吃人一口 行人一斗 对 吃人一口 还人一斗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当台湾疫情最严重 大家没有疫苗可打 这时候谁 帮台湾买了500万剂的疫苗 郭台铭 就你们的 你打了郭台铭 帮你们买的疫苗 BNT疫苗 打一针 要怎么样 下面马上函 没赎 没有 还一票 打一针还一票 500万 那就选上了 不会选上 但是500万 500万剂疫苗 就是500万票 对 那500万票 韩国瑜四年前拿552万票 其实很高 其实很高 因为在前面四年 朱立伦只拿到300 大概350万票而已 对 所以如果能够拿到500万票 作为起票 那不得了了 那很厉害 而且 蔡哥也讲的是说 台湾人有情有意 不会忘恩负义 所以吃人只嘴巴都知道 打一针的话 还你票 所以不要再找关公精神 关公精神就是有恩必报 所以这时候 他就提供给这些草稿人物 下去找人联署的时候 很好的说辞 你有怕 你有做BNT疫苗吗 有 有的话 就联署 你很有可能打的就是郭台铭捐的 对 你也不知道有没有 所以一定超过500万 对 所以生意来的话 你说 如果真的有500万 都落实联署 那不得了吗 吓死了 真的 吓死了 吓死了 那真的吓死了 好 所以有人就说 他不可能超越2000年的宋楚瑜 不一样 2000年宋楚瑜是拿公家的钱 做散财同时 嗯 帮助地方造桥铺路 对 他是有功劳 对 大家还 可是郭台铭是用自己鸿海的 用他自己的 自己的荷包去买的疫苗啊 不一样啊 而且其实严格说起来 因为郭台铭要捐BNT 才有后面磁季跟台积电的BNT嘛 对没有错 本来郭台铭准备买1500万劑 对 后来因为蔡英文不想让 所有的功劳都给郭台铭 所以他把柜都拆掉 对 把他拆掉 变成磁季500万 郭台铭500万 再加台积电500万 是这样分的 对 所以功劳在郭台铭的身上 所以蔡英文讲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好 那郭台铭又抛出了第二个很重要的 郭台铭说啊 他就把正义兄弟提到三只小猪论提出来了 嗯 他讲的很好哦 他说三只小猪要团结起来 才可以对付大野狼 确实 然后他只讲哦 他说大野狼就是耐清德 对 所以三只小猪团结 对付大野狼 接着他又说 本来三只小猪的老大老二 不愿意团结 所以输给大野了 对 遇到了危机 还好猪小弟 第三只小猪 我做的是专房啊 对好 第三只小猪是指的是谁 郭台铭指的当然就是 跑得比较快先走的 嗯 对不对 是柯文哲跟侯友余 所以是猪老大猪老二 对 他跑得比较后面了 所以他是老三 他是老三 他是猪老三啊 所以他说他发出武林英雄帖了 要请侯友余跟柯文哲来 他的主流民意大联盟 大家来协调喝喝咖啡 谈谈谈一谈嘛 谈什么 嗯 谈说要不要共推一组人嘛 才能够打败踏野狼嘛 嗯 这个讲的多好 正好配合 蔡正元讲的那个道理 嗯 把整个串在一起了嘛 对不对 所以一个是 大家要记住疫苗的恩情 另外一个是 团结起来才会赢嘛 好 他把球丢出去了 那现在 柯文哲 侯友余 要不要接球 要接啊 要接 所以如果不参加呢 将来可能被唾弃被别人化 嗯 啊所以 所以就说 郭台铭昨天的这一场 挺郭的参会 非常的重要 对 他基本上 就是告诉人家 他要参选了 要联署了 这是联署之前的阅兵 联署之前的典将 而地方派系大集结 他们的目的 讲得很清楚 嗯 就是要挺郭台铭 对 所以 这一场 当然啊 还必须要郭台铭不能再犹豫不决了 他必须要在短时间内 要宣布他要参选了 再拖拖拉拉 这一场的效果就没有了 这一场 昨天晚上这个参会结束 声势会拉高 但是如果再不宣布要参选 他又会回归原点 又回到十几%的之前 对没有错 所以呢 郭台铭不要再搞模糊了 台湾人真的不喜欢人家 游爆琵琶扮扭捏捏捏 真的 扭扭捏捏 真的 还是侯郭配 还是郭侯配 还是怎么配 这个都影响到了2024整个选举的结果 非常感谢教授今天呢 就是这个帮我们分析 整个2024整个选举 从民调到参会非常深入的分析 感谢教授 谢谢教授 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 拜拜